由1968年 卡梅隆14岁 第一次看到了2001太空漫游 从此真正爱上了电影 准确来说是科幻电影 怀抱着梦想野性的卡梅隆 和落后的电影工业形成鲜明对比 只能先去坐卡车司机 就这样时间又来到了1977年 星球大战让卡梅隆觉得 电影科幻特效的时代真正到来 于是决定向好莱坞进发 向水进发 卡梅隆是真的很爱水和爱海洋 或许是因为水无形无相 亦或是海洋神秘深不可测 总之be water 关于水可以追溯到卡梅隆几经波折的处理作 1981年的食人鱼二繁殖 再到1989年的圣渊 还有铁达尼克号 他甚至还亲自开着深海探测潜体 花了90分钟潜入地球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 然后就到了今天要聊的阿凡达阿水之道 2010年初 一部被定义为改变未来电影格局的阿凡达上映 时间证明阿凡达作为21世纪最伟大的电影之一 确实真正改变了观众的观影习惯 并影响了拍摄前端和影院后端的一次升级迭代 观众意识到原来电影还可以这么看 卡梅隆成了卡神 时隔13年 现实似乎又给我们开了一次玩笑 疫情的肆虐 对全球各行各业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 影院自然无法幸免 虽然疫情这几年有几次电影爆发点 但关于电影技术工业和不断制造神话的那个男人 大家都把目光聚焦在了阿凡达阿水之道上 大家都在拭目以待 这部电影能再一次改写电影前行的轨迹吗 作为要接替影史巨人阿凡达一波 继续往前游的续作水之道 影片用了三个小时的时间 再次让我们离开地球 梦回那充满奇观和带着诡诀神秘力量的潘多拉星 然而有趣的是 潘多拉星似乎在这13年的时间里 成为了星际旅行效应的时间凝固 地球在发展 潘多拉星岁月静好的表面 却面临着地球的挑战 13年间地球的电影发展也并非发散 可乘停下脚步 在这期间超音类型拔平了大荧幕的头部 为我们展现了特效科幻魔幻的种种奇思妙想 喂饱了观众的想象力 而电影的叙事也结合电影迅猛发展的工业 商业大片也不断推陈出新 比如大梦空间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普罗米修斯 疯狂的麦克斯斯 银翼杀手2049 信条 沙丘等等等等 这些大片的问世都侧面养观众去把期待值拔高 给了这部六年又六年 六年又六年的阿凡达续作《水之道》 或许可能大概吧 这也是造成大家看完《水之道》后讨论得如此激烈 目前影片评价起起伏伏的所在 《水之道》的时间背景发生在阿凡达一的十多年后 阿凡达一中的杰克带领着纳维人击退了人类的进攻 守护了潘多拉星家园 把人类送回地球 只有少部分和纳维人站在一起的科学家人类 可以留在潘多拉星继续生活 杰克也在最后通过圣术以往 抛弃了人类的身体 成功把意识转到阿凡达里 正式成为纳维人 在这期间 杰克拿地里过着没羞没少的夫妻日子 并生了一窝仔 有亲生的还不够 杰克还收养了格雷斯博士的女儿激励 还有吃百家饭长大的人类孤儿蜘蛛 这一大家子生活过得其乐永永 但好景不长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是人类可听见 那仰望的杰克心底的担忧和顾虑 该来的总归未来 不时不报时辰未到 人类卷土重来 这次不是挖矿而是殖民 人类对于潘多拉星更大的侵略和控制 一成必然 而上一部已经挂掉的曼尔斯上校 摇身已变成为克隆阿凡达 前来找杰克算账 杰克为了家人 为了不牵连部落 只能选择躲避到远在海洋群岛的珊瑚部落 于是一场猫鼠游戏的故事就此展开 毋庸质疑虽然时隔13年 在这所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的语境中 卡梅隆依然在特效上非常能打 用不断革新的电影工业技术 为我们展现了潘多拉星的所有不可能 上一支影片已经聊过技术层面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 自从2010年上映后 曾经有那么几年3D和大片就捆绑在了一起 无3D不大片 不过从电影重重三遭到整一后 3D技术的运用逐渐恢复理性 但这么多年来真正称得上真3D的电影 屈指可数 阿凡达2又再一次证明3D沉浸感的霸主地位 这次影片在全身动态捕捉和脸部表情的细化上 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在杰克和纳提里的脸上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岁月的痕迹 在丛林戏份时 阿凡达2加入了不少的尘埃粒子 细微的尘埃根据距离的眼镜 能让观众去感知整个荧幕空间的纵深感 从而让潘多拉星变得更为真实可信 如果仔细看过前作阿凡达1的话 其实真的要挑小毛病 就是在纯CG动物的运动上 还是稍微缺乏了重量感 比如黑豹行走的一些画面 就似乎有些情报表 但阿凡达2强化了这些物理逻辑 就能看到纯CG的龙腰爪子凹陷进了沙子里的重量 更别说水这种介质和纳维人 伊鲁青翼 图坤等海洋生物的完美融合 你根本不知道哪些水是实拍 哪些水是CG做出来的 那些海洋生物和海底之物 当他们出现的那一刻 似乎就像真的存在一样 而且在珊瑚部落的建筑设计上 卡维隆还给自己增加了难度 让纳维人不在平地上行走 而是铺了一层有弹性的编制物 让角色走在上面如同弹簧床 进一步给动部加入了不少的挑战 至于水之道的核心环节 水底的拍摄更是前所未有 角色在水底的表演和肢体动作 不是靠掉威亚 也不借助锋利或设备让演员腾空 而是演员就真的是憋气在水里完成的表演 同样在水里时利用小气泡和微小的浮游生物 去体现了水里空间的纵深沉浸和真实感 潘多拉星就是从这些微小的细节 彻底拉开了和目前主流特效大片的差距 有个段子是阿凡达其实是卡梅隆带着 主创团队去潘多拉星取景拍摄的 这或许就是对阿凡达R 试效美景制作的最高赞誉了 当然没有一部电影是完美的 即使是特效技术层面 我也能看到阿凡达R在真律上 骗不过人的眼睛 卡梅隆在拍阿凡达R时 大部分用的是高真律去拍的 你看是大部分而不是全部 所以这或许就存在了全篇真律上的不一致 如果人的眼睛一直在看高真律习惯后 再突然回归24真一秒 就会很明显的感觉到差异 甚至有些画面感觉出现了掉真或卡针 还有一些画面我感觉到有放了加速 一开始我以为是我看了影厅设备的问题 但当我画了三个不同影厅看了三遍后 我觉得并非设备问题 或许是影片真律上不能同步导致的 好如果你问我值不值得买票去看阿凡达R 那我将会告诉你阿凡达R是近些年视听呈现最为细腻绝美的作品 选一个最大荧幕的影厅去进入感受充满想象力和斑斓的潘多拉型世界吧 but在近乎满分特效基础上 阿凡达R的故事层面上的讨论就显得没那么友善了 作为阿凡达一续作的水之道 也必然要拿来和前作在故事层面上做比较 而且作为现象机又是卡神让大家等了这么久的大片 观众自然期待和要求也会拔高不止一点点 接下来就是关于阿凡达R故事层面的点评 还是想要声明下阿凡达R在我眼里绝对不是一部烂片 它存在瑕疵和不足 但值得被更多人看到 即使在故事上也有它真挚和充满爱意的表达 如果你想看到关于这部电影抖包袱或调侃吐槽像的论调 或者你自己已经乐片无数觉得阿凡达R一无是处 《沙丘》也是不达蓝片 那可以不看我接下来的剧透影评了 好,buff叠完 我们开始会有少量剧透 请斟酌观看 阿凡达R有着old school老派传统经典三幕式的叙事结构 带着卡梅隆对于家庭自我理解 并植入了不少迪士尼乐园的色彩滤镜 另外还附带了种族、环保、友情、爱情、人道主义 爱护动物、政治隐喻、复仇和救赎等等议题 为我们打开了看起来更为庞杂的潘多拉世界 整部电影虽然三小时 但却只用了最为基础的三幕式结构来讲述故事 第一幕丛林戏份和第三幕决战我觉得都很不错 叙事上突发事件导致的环环相扣引发更大的危机 角色性格动机和剧情关联紧密 三幕式经典的叙事结构 难点就在于几乎占据影片时长三分之二的第二幕 是极为挑战观众耐心的 但三幕式的结构的好处是在于第二幕可以细水长流的慢慢推进剧情 塑造饱满可信的角色 为第三幕带来震撼的情感冲击力 不过为了满足越来越能接受新事物观众的感官刺激 如今主流电影都需要完成更为复杂的四幕五幕式的叙事结构 制造更多的高潮反转才能满足观众 简单说不管是四幕五幕式了 都是经典三幕式剧本结构的细分 唯一不同就是四幕五幕式会在影片中段一定会出现一次明显的高潮和事件揭露 来完成电影的反转 我们回到谁知道就能发现 影片地阿幕中段的转折部分并没有太明显 甚至很难去界定哪里的角色 才是地阿幕的高潮和关键 或者是其里连结海底圣树的迷之抽搐 也可以是人类猎杀图坤结露新能源 但不管怎么判定都缺乏较强的戏剧张力 而且没能在主线剧情上做到关键的转折 不拿其他作品去比较吧 就拿前作阿法达一来说 阿法达一也是经典的三幕式 但在院线版时长仅为162分钟的基础上 影片地阿幕还提早结束了 佳元树在影片时长三分之二十被扎 杰克进入低谷之后骑着魅影领导那为人战斗 影片进入精彩的第三幕决战 反观阿法达二十三小时的时长 光时长就很考验观众了 而地阿幕还沉浸在水之道的迂回中 Be Water 第三幕姗姗来迟 但还是那句话 这样的好处是可以有足够的时间 去丰富塑造影片里的众多主要新角色 这也是我之前在动态聊到 影片剧情编织复杂的原因 并不是主线故事复杂 而是影片在角色关系上 为阿凡达滞后的系列铺垫了更多的细节 为阿凡达三甚至是四合五做足准备 不过光从影片的 地阿幕游山寒水的一些细节来看 就显得有些偏离主线剧情了 甚至我一度阴谋论的怀疑 是不是迪士尼为了打造新园区 要置入一些不太能推进剧情的 绝美水底景观呢 开个玩笑 我爱迪士尼乐园 我爱达菲 那还是对比阿凡达一 我们在欣赏潘多拉星魅力无限的丛林时 剧情依然坚持捆绑在主线叙事的推进上 这种对比也让阿凡达二的第一幕和第二幕形成了反差 在第一幕丛林戏份时 故事背景的设定 激发的吉利事件 还有曼尔斯和杰克第一次对抗上 在节奏把控和气氛渲染 以及动作戏份的场面调度 都堪称阿凡达续作精彩的回归 等到杰克为了家人和部落选择举家前往珊瑚部落 影片进入迪阿木 其实故事发展到这 是可以诱发更为精彩的新剧情走向 让人充满对未知故事渴求的欲望 不过影片却选择了一条较为水之道的家庭路线 极大的缩小了阿凡达系列的格局 这或许也是大家对比阿和伊后 觉得阿凡达阿的故事内容更为偏低年纪受众范围 根本性就在于阿凡达阿的影片格局的收缩 从第一部纳维人和人类的抗争 转而成为曼尔斯和杰克之间的死人矛盾 聚焦在亲情上 但这也是我看到卡梅隆勇于挑战 在内容上做出的不一样啦 第一第二幕的剧情和角色的因果关系上的积累 造就了第三幕情感力量的爆发 这种情感就像特效一样 是真诚和细腻的 影片大胆的不用角色去推动情节 而是用了大量的琐事 去展现角色尽可能多的面向 就拿我浅显目前看了三遍的经验来说吧 我以为知道了剧情和结局 看的次数越多 第三幕的情感力量就会减弱 但相反的是 由于在观影过程不断看到更多角色关系和细节 亲情的分量感是得到叠加的 这反而让第三幕纳特亚姆那场戏来得更触动我 即使我在五月第一支预告就预测了大儿子纳特亚姆的命运 但当我真的看到那一幕来临 还是忍不住难受 这样的情绪延绵会在影片结束后还在我脑海里回荡 阿凡达2最后留下来的 是杰克一家人亲情悲叹后重拾的勇气和决心 其实整部阿凡达2水之道三个小时 就是为了拍好那句台词 孩子是我们的软肋 也是我们的铠甲 我觉得影片已经很好的完成了对这句台词的诠释 当然这不能成为阿凡达2地亚姆的某些部分的拖沓找到合理的借口 也许可能大概maybe 影片第二幕拆解成两幕 让杰克的大儿子纳特亚姆的重大转折发生在影片的中段 第三幕提前 第四幕的格局提升到和第一幕一样 强化纳维人和人类之间的矛盾 这样是否会让三小时的时长更为紧张刺激些呢 也让大家更期待阿凡达3纳维人和人类更大更深的对抗 但如果这么操作我也很清楚 纳特亚姆最后的结局在情感爆发上 就会比现在影片给到的观众的冲击力来得更小 甚至会显得让角色的设定更为公式化 为了中段的转折转折 众所周知我们还能看到阿凡达3 所以在阿凡达2格局上的拔纲和对立 或许将会放在阿凡达3而非2 好聊完电影的剧情结构 我们再来顺着故事层面深挖下叙事和角色关系上的细节 很多大娃娃可能不太搞得清楚什么是剧情和叙事啊 剧情就是故事的主线脉络 诚然阿凡达2的故事很简单 但我可能和很多人的点不太一样 我其实不太同意所谓的阿凡达2剧情老套 庸俗差劲这些说法 要知道以往越是经典的电影 越是故事能简洁明了的总结 通俗易懂 而这些清晰故事的背后 却需要优秀的叙事技巧来支撑 我们都说诺兰的电影很烧脑 其实并不是故事的复杂 而是叙事技巧占了优势 如果诺兰刚开始的追随和记忆 随便按照剧情的时间顺序去拍 那诺兰绝不会被制片人青睐和赏识 也不会有之后更烧脑的电影 我的编剧老师曾经就和我说过 如果把故事剧情比作一块好看的纸或原石 那么叙事技巧就是你打造故事的剪刀或锤子 你需要通过这些工具打磨你的故事 让观众看到一张平整的纸 最后剪成了一件剪纸艺术品 一块原石化生成了一尊雕塑 所以优秀的电影背后 不管是高概念或动人的故事剧情 都需要通过高明的叙事技巧去完成 那回到阿凡达2所谓的剧情老套 可能用叙事技巧太老套来形容比较恰当 那接下来是我对阿凡达2叙事技巧中 我认为可以做的更好的地方 首先是角色的铺垫设置 杰克在一开始就对老大老阿提心吊胆 第一场纳维人对人类游击战的戏份 就是大儿子受伤 甚至杰克还说出了 我以为我失去他这样的台词 利弗拉克太早对于已经熟知套路的观众 不是什么好事 再来就是似曾相识的叙事设置有点多 上一部杰克骑马 这一部罗阿克骑伊鲁 上一部纳特尔和杰克ICU 这一部罗阿克和西维亚ICU 话说西维亚作为纳维人 在影片里我怎么觉得长得还挺好看呢 这怎么回事啊 有没有人和我一样 还有上一部杰克遭遇黑豹 这一部罗阿克遭遇大鲨鱼攻击 总之这些自我热敬 偶有一个还行 过多了就降低了观影的新鲜度 再来就是角色有点过多了 就算杰克一加六个角色 能看出做了不少的取舍 但也还是显得一些重要角色意犹未尽 比如琪里 没能在关键的戏份去展现他的神秘 而是让琪里和罗阿克一样 都是叛逆小孩 其实嘛塑造一个小孩叛逆就好 每个小孩都应该有不同的典型性格 可能会在成长议题上显得更立体而丰富 还有蜘蛛这角色 他的戏份真的太少了 演技也很一般 蜘蛛这角色有着多重复杂的身份 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深挖的 蜘蛛从小被抛弃 在纳维部落的人类研究室长大 像流浪猫一样靠着全村人的米饭 一把屎一把尿拉扯长大 作为人类的蜘蛛 有着科学家的照顾 学着流利的人类语言和知识 另一面又和杰克一家的宰完成一片 自认为自己是纳维人 蜘蛛和吉利两人也有着不少的暧昧情愫 但他们一个是人类物种 一个是纳维物种 再加上蜘蛛又清楚自己的父亲是谁 这样的多重身份 其实在蜘蛛身上可以造成很强的戏剧张力 不过在影片很长一段时间 蜘蛛都没能得到很好的发挥 好在影片最后是给大家做了个彩蛋 蜘蛛和迈尔斯之间发生了微妙的父子关系 期待阿帕达三蜘蛛这角色有更好的表现 再接下来就是人质问题 或许想要表达迈尔斯上校还是有些许人性吧 这个后面会想聊 但迈尔斯重复两次拿人质怼杰克 是不是这剧情设计有点偷懒了 第一次迈尔斯拿人质威胁杰克 突然出现图昆制造混乱还说得过去 但第二次再拿人质要挟 迈尔斯明知道杰克已经上船偷袭了 还不赶紧对杰克隔空喊话强调有人质 让杰克乖乖来送死 而是直接玩起了防守反击 到很后面 迈尔斯才想起 哦自己手上有人质 这逻辑就不是很春畅 更大的bug 我觉得是突然消失的珊瑚部落的纳维人 打到一半全员失踪 也没个交代他们去哪了 要知道当时船上珊瑚首帘的女儿还在那 他们就不见踪影了 我知道最后要把戏份都留给杰克一家 去对抗迈尔斯 但起码交代一下会好些 然后就是人类这边 如火如荼建设的桥头堡殖民地 古金船如同下饺子一样建造 人类像病毒一样吞噬着潘多拉新的资源 这一切都还在铺垫中 最后没能在第三幕和杰克他们有效的结合起来 不然格局就能提升不少了 不过我们也能看到 这些矛盾激化 应该是想放在阿凡达三中去实现 聊了这么多 我也明白一部成功电影的续作 挑战难度是很大的 更何况这是阿凡达的续作 这是不断制造电影奇迹卡梅隆的电影 所以只要阿凡达2出现瑕疵 观众就会放大这些不足 只因我们期待和希望阿凡达2真的要好看 此前就有朋友问我 你觉得阿凡达2会比阿凡达1要成功吗 我当时的回答很肯定 不可能的 因为阿凡达太成功了 现在我看完电影 我还是会说阿凡达2不会比阿凡达1成功 但我喜欢这部阿凡达2 影片没有让我失望 而且不是还有阿凡达3吗 或许很多细节和内容 都会在阿凡达3得到更好的爆发 可能到时阿凡达2和3连着看 会产生1加1大于2的观影效果吧 此外据说只是据说 阿凡达2的卡梅隆剪辑版 是9小时这里受得了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我就能理解为何影片多次出现很断片式的黑幕 然后再闪现画面 用很硬的剪辑去完成章节的切换 或许就是因为中间消失了很多剧情 不过9小时是夸张了些啊 甚至还有说 9小时都是特效已经渲染完成了 这就离谱了 前没出发吗 我猜所谓的9小时时长 可能就包括了阿凡达3 前面说了两部电影是被靠被拍摄的 多说一句 卡梅隆此前访谈就说过 如果阿凡达2票房不好 阿凡达系列就止步于拍三部曲 第三部是中章 这段话的意思呢 就是第三部可能会有好几个结局 如果2票房好 那3就用有后续的结局 如果2票房不好 那3就直接用终结的结局 脑洞问答解析 好接下来我们就用Q&A的方式 来聊聊阿凡达2中未解的谜团 问题1 麒麟的父亲是谁 先说答案 我觉得麒麟的父亲最大可能是伊瓦 伊瓦是谁 伊瓦或许就是潘多拉星的总指挥家 神秘智慧的生命体 平衡着星球的生态 这在阿凡达1 我们已经领教过伊瓦的能力了 动员丛林的动物去对抗人类 而且在阿凡达2中 龙腰继续保持在哈利路亚山的防御 有人类战机食物将会被歼灭 而丛林圣树和海底圣树 就是伊瓦的中转基站 在上一部格雷斯中枪 大家想通过圣树 想把格雷斯的意识转换到阿凡达身体 结果失败 但又没完全失败 格雷斯临死前有说 我见到了伊瓦 然后画面有从他的视角看到了转换的画面 因此格雷斯的意识 有和伊瓦做了一次连结和融合 至于那个阿凡达的身体 从水汁到开头可以看到 结果他们把阿凡达的身体放入到培育舱 这说明一个问题 阿凡达身体可能还有类似于心跳啊 呼吸啊 或者出现了某种生命迹象的特征 所以放入了培育舱 于是奇迹发生了 格雷斯的阿凡达怀孕了 然后生了吉利 从吉利在影片里各种不寻常的举动就能看出 吉利或许就是伊瓦的后代之一 后代之一怎么解释啊 从目前这两部阿凡达来看 或许潘多拉星的动植物都是伊瓦的后代 包括纳梅人 因为潘多拉星的所有动植物 都可以用辫子触角进行连结沟通 只不过说吉利作为人类研发的阿凡达的后代 属于变种中的变种 所以能量得到突变 由于当时格雷斯受重伤而伊瓦无力回天 但也并非什么都没做 伊瓦让格雷斯的阿凡达怀孕 用这样的方式让格雷斯的生命得到了另一种延续 这也是为何吉利在影片看起来有些忧郁的原因 因为潘多拉星正在遭受人类的入侵和破坏 吉利能感受到伊瓦的感受 but话不能说太满了 如果影片预判了我们的预判 那说不定格雷斯活着的时候 给自己的阿凡达做了某些神秘实验 这些实验导致了他的怀孕 甚至他就真的找了一个纳维人共度 凉消导致怀孕也说不定 不过这样的话 这就很难解释吉利为何在影片中能指挥动植物 所以不管怎样 吉利和伊瓦一定存在很强的联系 问题二 为何吉利在链接海中圣树时会抽搐 我们能看到海中圣树似乎比丛林圣树的力量还要强大 如果说丛林圣树能听到逝者的声音 那么海中圣树就能给你还原画面 和产生一些幻象和逝者进行交流 这灵感的来源可以去看索拉里斯星 很有意思 吉利在幻象中看到格雷斯 当吉利问到父亲是谁时 格雷斯惊恐并消失 似乎这是个禁忌的话题 之后吉利抽搐昏迷 目前没有太多线索去解释这是为什么 我硬着头皮脑洞的话 因为格雷斯当时是在丛林座转换 然后怀孕的 所以吉利或许应该是丛林伊瓦之子 而到了水里 可能系统还需要升级兼容吧 问题三 所以伊瓦是男的吗 伊瓦我觉得应该是没有男女之分 伊瓦就是伊瓦 伊瓦是创造潘多拉生命和维持潘多拉生态平衡的神秘存在 问题四 最后大战外和图昆群没有攻击人类 影片珊瑚部落首领有解释 很多年前图昆为了争夺地盘互相杀戮 但换来的是更多的杀戮 所以图昆为了和平 从此变得与世无争 远离杀戮和暴力 所以就算图昆群的母亲被杀害 其他图昆也不做反抗 除了那断臂的图昆出来相助 也是看在洛阿克是好友的份上 问题五 结果这是随机的 老大纳特亚姆和老三图克随母亲 四根手指没有眉毛 老二随父亲五根手指有眉毛长得像阿凡达 或许也因为这是阿凡达的系列吧 所以洛阿克作为阿凡达更为正统的后代长得像阿凡达 这也是洛阿克成为影片的主角的原因 这样更好地探讨了洛阿克和正统那位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不过说实话 影片关于这方面的议题也没有刻画太深入就对了 问题六 那提里会真的杀掉蜘蛛吗 当时曼尔斯抓吉利作为人质妖邪 结果纳特亚也抓了蜘蛛妖邪 用孩子换孩子 纳特亚差点就下手了 但曼尔斯认诵 所有这是一个开放式的谜题 作为刚失去儿子的纳特亚 从眼神中已经看到了复仇的怒火 这是一位失去理性和疯狂的纳特亚 杀疯了的他 我觉得纳特亚当时真的会对蜘蛛下手 因为我们回看纳特亚的遭遇就能知道 他是多么痛恨人类 纳特亚的姐姐被军人乱枪打死 人类把他的家园树毁了 还在当时的混乱中父亲也死了 现在人类又把他们全家逼到离开丛林 离开部落 让自己丈夫辞去首领的位置 纳特亚作为首领夫人一夜之间变成难民 还要搬到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地的 珊瑚部落过着隐居的生活 到现在大儿子纳特亚姆也死了 全部因素结合在一起 愤怒已经吞噬了纳特亚 在漫画中 蜘蛛是被杰克一家收养的 而且不知道父亲是谁 只知道母亲是直升机的军人 这已经让纳特亚很不爽了 在漫画中还因为蜘蛛犯错 纳特亚不少骂他 并上升到蜘蛛母亲是人类军人之类的 影片对于蜘蛛的设定有修改 蜘蛛只是和杰克一家的孩子玩得很近 而且蜘蛛还是麦尔斯的儿子 在当时预告解析 我就预测过 麦尔斯和蜘蛛是父子关系 我当时还说 哎不会这么狗血吧 还就真是 那这个改动的设定 更容易让纳特亚下着去手了 问题七 麦尔斯会杀人质小孩吗 有人会说 哎呀麦尔斯这么心软的吗 小孩都不敢杀 他可是大反派啊 其实影片对于麦尔斯的刻画是有铺垫的 麦尔斯作为人类的军人 他的利益都是为人类的利益考虑 但他也有自己的道德底线和情感柔软的地方 在麦尔斯去要挟其他商户部落的那位人时 他最后并没有杀掉村民 而是烧了房子 还有第一次劫持人质时 他用枪顶着是洛阿克 是几个人质中年纪最大的男性 到了第二次劫持人质 他也是从基里和图克中选择了基里 而麦尔斯对于自己的儿子蜘蛛 严格来说并不是这位阿凡达麦尔斯的亲生儿子 但即使这样 麦尔斯在看到蜘蛛被严刑逼供的时候 还是把蜘蛛捞出来自己呆 所以从这些种种细节来看 麦尔斯并不完全是十恶不赦的恶棍 只是麦尔斯真的非常恨杰克 他自己也说了 杰克的大儿子其实没必要死 他要的只是杰克的命 综上所述就能解释麦尔斯拿杰克孩子做人质 其实到最后 麦尔斯可能也不会真的下手杀了杰克的孩子 我觉得啦 那么麦尔斯对杰克为何恨之入骨 因为麦尔斯是军人 杰克也是军人 军人就是要听从指挥 忠诚 从麦尔斯作为是杰克的上司来说 麦尔斯曾经那么信任杰克 杰克作为军人却背叛了麦尔斯 背叛了军队 甚至背叛了人类 麦尔斯觉得无法原谅 当然了 从纳维人的角度看 还直接炸了我的家云术对吧 所以这些角色之间的关系和利益矛盾是很复杂的 私人冲突和仇恨也可以生活到大格局上 遗憾的是阿凡达2没有深入去展示好麦尔斯和杰克背后代表的利益群体 可惜了可惜了 问题吧 麦尔斯被克隆出来就是为了对杰克公报私仇吗 前面已经聊了阿凡达2格级收缩过小了 以至于最后决战 有种麦尔斯对杰克的私人仇恨的对决 而且开头乔头堡只是做了点缀 没有深入 其实开头乔头堡将军就有提到 人类殖民的过程中 遇到了杰克带领的纳威游击队的阻挠 影片第一场动作戏就有展示了杰克的半路打打打打打打 杰克对于人类是个严重的威胁 必须除掉 所以这才是麦尔斯被克隆出来的原因 要的就是有个人类的阿凡达军队 去歼灭杰克带领的纳威游击小队 麦尔斯整部电影的任务 于公于私就是要杀掉杰克 才能彻底灭了杰克带领的纳威游击队 要真的说公报私仇 可能麦尔斯要杀掉 纳提里还更私人一些 毕竟纳提里是真正杀掉自己的人 不过这时你应该会说 哎呀杰克已经厌倦的战争了 居家躲到珊瑚部落 为何麦尔斯还要重追不舍 放过杰克不行吗 这里有两个原因 第一就是麦尔斯并不知道杰克已经不战了呀 毕竟杰克不会发个短信给麦尔斯说 我怂了 从此隐性埋名别罚我了求求 第二就是在人类和麦尔斯眼里 杰克必须死 因为人类的版图会越阔越大 没有人能保证杰克哪天不会卷土重来 除掉隐患才是关键 所以我们才能看到麦尔斯一路找杰克报仇 一定要杰克死 这其实是人类军队给到麦尔斯的指令任务 我是真的希望有个导演剪辑版 能讲述的更清晰麦尔斯的动机了 然后把格局放大拉长会更好 问题九 杰克一家离开丢下自己的部落 不怕部落遭遇危险吗 影片开头有提到 杰克所在的丛林部落定居在了哈利路亚山 人类根本搜寻不到也进入不了 因为有龙腰守护 人类靠近就会遭到围殴 但杰克如果一直在 人类可能会动用更大的代价和武力去找到杰克 而且杰克作为首领 杰克如果出事 部落的纳维人势必会加入战局 死伤惨重势必然 所以厌倦了战争的杰克 选择离开转移人类注意力 这个方法也是成功的 杰克圆圆的部落 人类没有经历在继续骚扰和侵犯 毕竟这是潘多拉星 人类的军队储备也是有限的 问题10 阿凡达系列之后会如何发展 阿凡达3的标题叫带种者 哎呀这名字真优雅 或许带种者说的就是吉利 吉利是伊瓦的种子 是对于潘多拉星全新的一个进化新开端 阿凡达3的时间背景可能会紧接着 吉利的能量会越来越大 在对抗人类中起到不小的作用 它和蜘蛛两人的关系会进一步加深 也会更矛盾 蜘蛛有可能会有属于自己的阿凡达 目前看阿凡达2的票房 感觉没有预想的那么好啊 如果是这样 那就只能面对现实 阿凡达3或许就是最终章 那为人和人类的决战 应该会放在桥头堡 带种者还有另一个解释 是从人类的视角出发 人类或许发现了潘多拉星的终极奥秘 也就是伊瓦的种子 伊瓦种子能解救地球环境 阿凡达4的标题是图昆骑士 阿凡达2我们能看到 洛阿克进图昆的肚子里去做连结 然后看到了图昆的记忆 图昆体外也有两颗辫子 但不知道能不能做连结 不管怎么样 从标题上看 第四步应该是能骑图昆了 图昆打破竞技加入战斗 如果图昆对应的是天空的魅影 那么能成为图昆骑士的 可能是洛阿克 毕竟杰克年纪太大了 而且第二步也给足了暗示 洛阿克和图昆的关系不一般 说不定那时洛阿克和希瑞亚喜结良缘了 洛阿克还能骑图昆 所以洛阿克顺其自然成了珊瑚部落的首领 阿凡达5的标题是追寻余瓦 毋庸置疑所有的谜题都会在第五步做揭晓 或许这时人类已经彻底掌握了潘多拉星的秘密 想要把这些放在地球上 去解救地球的生态和生命 而人类终于也存在着善恶两面 所以第五步而非仅仅只是纳维人和人类之间的抗争 是潘多拉星和地球之间的格局了 如果能拍出来 或许会像星球大战那样是宇宙级别的视野 所以回到开始 卡梅隆是因为星球大战进军好莱坞的阿凡达系列 也是卡梅隆想要打造科幻教父级的野心系列了 好阿凡达2水之道就聊完了 希望这期视频能给大伙伴看懂更多阿凡达2的细节 更长视频不容易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转发 你们的支持对我很重要 此外还有更多精彩影视解析和脑洞在干 不想错过还请持续关注大聪看电影 那我是大众 下期视频 我们不见不散